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大陆文化和旅游部8月30号发布 大陆将在近期恢复福建居民到金门旅游之后 为了迎接陆克来 县政府跟在地业者积极的准备因应 大家都非常期待 这个事很重要 终于可以来跟我们禅县 我们也期待找完县之后给我们很多的回馈 很多回馈之后 接下来能够参观团能够顺利 厦门市旅游协会9月18号 从厦门五通经小三通搭船抵达金门水头 金门县政府特别安排大鼓还有务师表演 欢迎财县县县县金门 副县长李文良代表陈佛海县长 亲自到水头码头迎接 我们这次更努力北京也非常地尊重我们 陪我们的这个全都他们都陆陆续意在做 相同的我们台湾这部分 市委会我们也一直在沟通 应该这条路将来会很畅通 我们期待大家一起共同在一起 今天我们去北京的十个议员从中到场 这件事情我们很努力在做 所以我们这个很重视它 我想我们金门的乡亲还有我们这个县政府 都非常乐切的欢迎我们这次的厦门协会所组织的 这个旅游彩线团 那我想彩线团 我相信他们来了之后 一定可以感受到我们金门上下已经都做好了准备 来欢迎他们的到来 那我们也期待而且我们也信心 这个彩线团一定会对我们金门的旅游能量 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我们要 藉由他们的这个彩线之后 我们也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回馈 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 这一个如果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意见 保贵意见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来再去增进 再去强化我们的旅游资源 那不外乎就是为了迎接我们上下所期待的 回馈五年的这个旅游团 那我现在的话已经收到讯息 就是首发团的已经提出申请了 那希望呢 在两岸的这个政府的支持之下 我们希望这一个审查的这个程序 能够能够尽快的完成 那我们可以来迎接首发团的到来 厦门的彩线团第二天的行程是安排沙美的路线 在当天下午会经过金门大桥 前进小金门 会结束三天两夜的金门彩线考察交流之旅